糖尿病不可怕,可怕的是肾病。 如果你问糖尿病人最担心什么病发症,大部分人回答是最担心糖尿病肾病。 的确,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最常见,而且是最棘手的并发症,一旦发生,既影响生活质量,又缩短生命,如果发展到尿毒症更是血上加霜,肾病早期尿会有所变化。 今天告诉大家怎么预防肾病,怎么通过尿的变化预知得了肾病,有些糖尿病人平时血糖控制得不好。 上厕所时突然发现,经常夜里勤来上厕所,而且尿液表面常常漂浮着一层细小的泡沫,并且泡沫久久不消失,即泡沫尿。 如果糖尿病人遇到这种情况就要当心了,尤其糖尿病史超过三年以上的老糖尿病友,而且伴有高血压高血脂的人,一定要注意,可能是替得了糖尿病肾病。 一、糖尿病人尿中有泡沫,有可能是肾有问题,但也要关注其他情况。 其实我们正常有排尿也有泡沫,所以正常情况下糖尿病人不要紧张,因为尿液中含有一定量的蛋白、粘液、葡萄糖、无基盐等成分。 这些物质会使尿液张力变大,尿液张力越高则越容易形成泡沫。 和糖尿病肾病相比,如果尿中的泡沫长时间不消失,就有可能是肾病了。 当然也有些人可能是肾炎等疾病也会出现尿泡沫,引起大量蛋白的泡沫尿原因很多。 对于膀胱炎、尿道炎、肾与肾炎等疾病,由于尿液中的细菌大量繁殖,利用并改变了尿液中原有的成分,或者大量产气而导致尿中出现泡沫,也会形成泡沫尿。 所以糖尿病人平时多观察尿,是对预防肾病有很大帮助。 但除此这外,最好的办法就是控制好血糖血压,并定期到医生处检查。 2. 糖尿病为何一发生肾病? 糖尿病的症状就是高血糖,如果长期血糖过高,就会损伤肾的微血管。 血管损伤了,肾的机能就受到影响,就成了肾病。 糖尿病肾病又称为肾小球影化症,是糖尿病全身性微血管病变的重要表现。 肾脏雷成队的扁痘状器官,位于腹膜后脊柱两旁,是人体代谢废物主要的排泄器官。 肾脏功能一旦受到损害,就会造成人体代谢废物蓄积,后果严重。 值得庆幸的是,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发展,有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,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预防糖尿病肾病的发生。 而且即使是在糖尿病肾病早期,也可以通过恰当的干预措施,使病情得到逆转。 糖尿病肾病进入临床肾病期,就会逐渐出现水肿、液尿增多、乏力等,往往还伴有血压升高。 如果血压升高,肾病会更加不好控制。 所以,一般要求糖尿病患者要关注血压,糖尿病人要经常检查肾的相关指标,以防肾病发生。 如果得上肾病,尿液中蛋白增多,血肌肝,尿素氮水平也逐渐增高。 如果不控制得当,长期发展就有尿毒症的风险,会危及生命。 三,糖尿病怎么防肾病? 记住以下五个预防要点,糖尿病防肾病,重点就是防在前,而并非出现症状时才制裁防,就是亡羊补牢了。 但也为时不晚,第一个肾病发病的要素就是高血糖的长期损伤。 肾不为血管,所以控制好血糖是重中之重。 第二个要素就是要把血压也管好。 平时多监测血压,把血压控制在130-80毫米拱柱以下,如果是糖尿病合并了高血压,肾也损伤了。 血压控制标准要更加严格,尽量控制在125-75毫米拱柱以下,并要定期找专科医生,帮助调整血压血糖。 同时还要控制好血脂。 第三个预防要素就是要定期查尿蛋白,定期检测尿微量白蛋白排泄率与肌肝比值,是发现早期肾病的主要预防措施。 第四个要点就是要饮食上要重视,要管住自己的嘴巴,饮食要节制,清淡为主。 介高糖、高盐、高脂肪食物,适当少吃多餐,最好介酒,切记暴饮暴食,否则,血糖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,一样会伤肾。 第五个要点就是要经常规律运动,并介咽陷酒,保持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心态,这都对预防糖尿病肾病有很大的帮助。 总之,总而言之,对付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关键在于预防,而最好的预防就是珍惜自己的健康,也是对家人的责任,同时也要尊重医生的建议。 听医生的话照医生说得严格要求自己,管理自己的健康,改变不健康的生活习惯,经常留意生活的细节,定期体检,就能拥抱健康生活。 微信,公众号VHTNBXX中华堂友学会。 淀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